游泳鸭新手勾制教程五 接着我们再来勾制一下它的嘴巴 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 或者是这样夹住 绕在食指上面 直接用中指和大拇指这样捏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绕一下线 捏住 然后再绕线 穿过小的线圈 我们用锁针起针法 勾针绕线 穿过小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锁针 一个小微子就是一个锁针 我们总共是勾四个锁针 二三四 四个锁针勾好 接着我们到二勾短针 倒数第一个小微子 再倒数第二个小微子 挑着一半的辫子 挑起来勾短针 带线过来 绕线 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挂上记号扣 接着下一个针目 我们还是勾一个短针 挑一半的辫子 勾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面 勾三个短针 同一个针目 入针勾三个短针 然后开始勾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是在这个地方 两条线中间这个位置入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 还是勾一个短针 穿过下一个针目 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直接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 也就是最后一个针目上面 我们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 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然后第一圈就勾好了 接着我们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 但先过来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引拔一下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针目 是在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挂上记号扣 第二圈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 总共是八个短针 大家把第二圈自己编织完 八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稍微留长一点线头 先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然后取下记号扣 从这个地方入针 从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带这个线过来 然后再从后方这一个针目 从这边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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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痕连接一下 这样一个小嘴巴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来勾制它的小尾巴 这个尾巴可以是和脚丫子一样的颜色 也可以是和身体一样的黄色 看大家喜欢 取出线 同样的拿线方式 这次我们是绕在中指上面 这样捏住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绕线 脱掉 我们又环形起针 勾针穿过大的线圈 压线带过来 绕线脱掉 这是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让线脱掉 我们总共是还起六个短针 大家自己勾完 六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直接找到短的线头拉紧 然后再找到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然后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拉紧 拉紧了之后 起立一针 然后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针目 是在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勾一个短针 做上记号扣 第二圈我们还是编织六个短针 不加不减的编织六个短针 自己勾完 六个短针编织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三圈 第三圈第一个针目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做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三圈的规律就是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九个针目 大家自己编织完 第三圈勾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四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挂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圈的规律就是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重复三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2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四圈也勾好了 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拉长线圈 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线头扯过来 一会儿用于缝合 这个小针目 做一下 4针目 发展 针目